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如何是好 便仰天大哭了起来 山谷中有一株大沾檀树 活了好几百年 已经有神灵了 树神感受到那人的悲苦无助 于是对他说 这场雪啊 还要下很久 你可以暂时留在树洞里 吃的东西 我来想办法 你住到明年春天 再做打算吧 商人突然遇到救援 开心极了 第二年的春天 商人告诉树神 我离开很久了 父母一定很挂念我 我该回家了 请告诉我您的名字 让我回国送扬您的恩德 树神回答 我的名你不用知道 也不用报答我 自己一路小心啊 商人又说 我记住在您的树洞里将近百日 连一点恩惠也无法回报 眼见马上就要道别 只求您告诉我您的名字 树神看这个人真诚恳切 就告诉他 我就是沾檀树 我的根茎叶可以治百病 本身的香气又可传达千里 所以人们啊 如果知道我在这里 一定会贪心底来砍罚我 你千万记住不要告诉别人 我的名及我所在的地方 商人说 我一定不会说的 谢谢您这段时间的照顾 商人回到自己的国家后 却听到国王头痛病发作 需要沾檀树的叶子医治的消息 国王告示悬赏 谁能够找到沾檀树的叶子 我立刻封他为万户侯 并且将心爱的女儿嫁给他 商人听到这样的重赏 完全把自己对沾檀树的承诺 抛到脑后 我知道沾檀树在哪里 我可以带你们去 他立刻告诉国王 国王派遣部下 跟商人一同前去寻找沾檀树 使者进入山中 看到雄伟茂盛的沾檀树 真是世间罕见 心中却不忍心砍伐 在沾檀树前徘徊愁 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树神说 你就砍吧 只要留下树根 用人血涂在我受伤的地方 再拿人的心肝 覆盖在我的伤口上 我自然会重新复活 当树枝被立斧一根根砍倒时 说也奇怪 在一旁观看的商人 一不小心被树枝绊倒 只敢便刺入他的身体 血流满壁 当场死亡 使者看到这种情况 和左右的工人商量 刚刚树神说要用人血 涂在树瘦上的地方 还要覆盖人的心肝 我本来还在担心 不知道如何取得 现在全都有了 于是使者照树神的指示去做 一转眼 沾檀树立即复活 长出新芽 国王获得沾檀树的叶子 头痛病马上痊愈 便下达命令 凡是生病的人都可以进皇宫 国王亲自赏赐沾檀树的叶子 让所有病人康复 一时之间举国欢庆 国王和百姓都健康无忧 卓 isn't 国王昌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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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 erst代